各位评审委员大家好 今天要与大家介绍的是石斑鸟 台湾鸟也就是我们水处可见的五锅鱼 因为相当普遍没有什么稀奇感 而石斑鱼经济价值高是台湾最重要的养殖鱼种 所以我们取石斑鸟这个名字是为了提升五锅鱼价值 利用鱼肉作为内线并以石斑鱼的外形提高吸引力 我们作品石斑鸟 首先把鱼肉与鱼翅分离 取鱼肉去除鱼皮 再将鱼肉剁碎 将钢盆放在衬上并归零 倒入中筋面粉600克 再把35克的海苔酱加入面粉里 加上10克的石盐和10克的海苔酱放入水中搅拌 再倒入面粉里浓捏 10海苔酱与面粉混合一起 面团的部分就大功告成啰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装饰鱼形的腮盖及眼睛 以红麴加入中筋面粉混合作为腮盖 而眼睛的部分用可可粉与中筋面粉混合作成 馅料准备 先将红萝卜刨成丝 切成丁状 并把姜剁成泥 这样一来可以让不爱吃红萝卜的试吃者不会感到畏惧 姜味也不至于过重 馅料混合 将红萝卜与姜放入钢盆内 添加20克的酱油 放入鱼肉及5克的胡椒粉调味 并搅拌均匀 把称好的10克面皮作为石斑雕角之外皮 并加以擀平 擀好的外皮放在模型上 放入馅料 对着压出石斑鱼形状 做平就完成一半咯 我们将多余的外皮切除 以修整成石斑鱼的形状 也相对提高石斑雕角的价值感 最后将进行的部分 我们还没说完哦 用红麴与可可粉做成的塞盖和眼睛加以装饰 让石斑雕角更有价值感以及立体感 成型后放入滚水中煮熟3到4分钟 等待石斑鱼角浮起后 成品捞起即可使用 我们制作的石斑雕角就大功告成哦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